各位各位观众 如果我们从考古来看 当时的周代 在全世界 基督似全世界就是像美国一样 当时的五倍是全世界最好 当时的技术是全世界最好 我们谈过从地里面挖出来的东西 到现在 都还是很努力 我们曾经讲过 你说哎呀五倍 音乐都是啊 中国的边中 中国的边中 对 音曲 完全是现代好的音乐 可是欧洲的钢琴要到西元一千七百年才造出来 边中的音程是五个音程 当时造出来的西方的钢琴是最四个音程 当时欧洲的钢琴是要在房间里面弹的 中国的边中拿到外面是可以传吉林音乐 其他的种种的器械种种的发明 在中国是因为受限自然的影响 北面是北极浪 西面是沙漠 东面是海浪 南部也到海浪 所以中国在当时的状态就像现在美国 科技是最发展的 可是它做的是什么 牺牲他为人 你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观念明显 王要跟天沟通是需要牺牲奉献的 人要用奴隶所以天也要用奴隶 每次祭司都要杀人 要人生 不是只有杀猪杀羊 杀人还要送奴隶上去给天佣 所以殷须不顾古词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里面 光是一个武丁一个王的某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挖出来的673片里面 有106条里面 祭司就用了9021个人 祭司 另外有531条 没有祭司用能数 我们不知道用不知道 其中这里面可以用500人去祭司 把人拿来祭司 把人 人从哪里来 人就是奴隶 奴隶从哪里来 隔壁家 别的国家不听话的 派一个军队去 打一打人抓回来当奴隶 准备要他算计 所以按照古词的统计来看的话 按照有限的古词统计 还不是所有的 我们可以看到 用兵的数额你看 在当时的人 马的条件下 三千人五千人 最多可以用到三万人 一次杀银 曾经有过的记录就是2600 可是这个应该是非常小case的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 骤在真一方的时候 一次武装的人是17万 哦 赞不留一枪 好 请你十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